美国意图禁止抖音 民进党早在之前就传出尾随跟风 最近赖清德提拔的新人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 就在5月22日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 说出令人称目节省的话 他表示抖音从来没有看过他狠排斥 并声称如果有人传给我蛮讨厌的 还表示抖音明显是认知作战 让人缺少思考 以上反制言论一出 大家不难看出李远就是电行的 诗之诗言老绿男 这位台湾新进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 有着一个亲切的笔名叫小野 1973年他开始文学创作 1980年代初 揭识台湾导演吴念珍 侯孝贤等进行影视创作 1981年为台湾电影界纪念 辛亥革命60周年 创作了反映武昌奇异的电影剧本 辛亥双十 或第十九届台湾金马奖 最佳作品奖 1980年创作剧本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或第23届台湾金马奖 最佳原作剧本奖 1990年创作剧本 刀文或第27届台湾金马奖 最佳改编剧本奖 1986年创作 恐怖分子 或第23届亚太影展 最佳编剧奖 之后借助这些名气 他被委认为台湾电视公司董事 华市总经理 台湾市影视英实验教育机构校长 财团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其中华市与台北市文化基金会为公营事业 由台当局出资成立 2000年时 离远政治 由蓝变律支持陈水扁上台执政 2018年台北市长柯文哲争取连任时 他被柯文哲掩览为竞选办公室总干事 然而离远脚踏两只船 身在操影心在汗 因为拍影视片 请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白 而陷入争议 于2018年选后 回任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2021年 70岁的李远 接任财团法人指风车基金会的董事长 既负责基金会 又操作下属的指风车局团 在这三年中 李远与蔡英文当局配合默契 实质称为民进党刻意树立的 文化符号与文化品牌 如今已是73岁高龄的李远 又被赖清德选为文化部门负责人 身为客家人的李远 这几年与民进党当局的客家委员会 打配合共同图谋 在台湾内部 甚至在国际上打客家派 企图塑造台湾的客属中心 将台独势力与影响 扩及到全球客家群体中 而赖清德重用李远 无非是借助他的影响力 以作品的传播力将纸风车经验不断复制开去 形成更多的绿色纸风车 这也难怪国民党的丁首中 曾经骂李远就是绿营的文化门神 是真正的民进党激进侧疑 因此不用怀疑 李远未来的角色 也就是绿营的大文化门神 是新一轮文化态度的重要推手